今天8月26日,下午16时29分,黎明在微博首度公开,那爱女的正面照,开心的称,我的女儿,好胖呵呵,贫乏是她的运气。 从照片中看,黎明的女儿确实有点微胖,但是与婴儿时期的孩子肉嘟嘟的也是十分可爱,黎明女儿拍照时神情严肃,网友说这严肃认真的样子真像爸爸啊。 不过黎明的女儿现在看来五官不算精致,小眼睛应该是遗传了妈妈,酷酷的样子还有点像男孩子,为黎明带下爱女的。 黎明的妻子比黎明小19岁,曾经是黎明的助理,去年,51岁的黎明被告美拍,到与32岁女助理阿威恩正在交往,更传出两人在15年已经暗生情愫, 而在今年的4月份,阿威恩就为天王诞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,女儿出生后,黎明大方承认了自己升级当父亲,并在Facebook动情发文,表示,两个离婚的人,有机会走在一起,已经是一种缘分,有了小的生命更将令我成为父亲,并带我进入人生另一阶段。 我作为父亲必须保护好我的家人,更不会让家人随意曝光,相信作为家长也会有同感。 对于我们的将来,就交给时间去证明一切,子子可见对妻子的维护和爱女之心切。 许多人都知道黎明的前妻是勒基尔,两人男才女貌,曾经很是被看好,但是最终还是没能走到最后,两人离婚到如今已经六年,黎明也很少传,除非啊,很多人都觉得天王是时候重新开始,一段感情了。 而就在此时,黎明就公开宣布了自己的恋情,虽然很多人都觉得黎明能够遇上喜欢的人成佳律师,戴下爱女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。 但是对于黎明在婚取了另一个在婚,并抵自己小19岁的女人,很多人还是感觉到很意外的。 大家都知道黎明的前妻乐剑不仅长得美,身材也十分火烂,而且黎明的前女友舒淇、李嘉欣、周海妹等,都是可谓是冒昧夫白打长腿。 然而黎明的现任妻子阿温长相平凡,身材也一般般,与帅气的天王站在一起,确实有点不搭,但既然阿温能成为天王嫂,那她一定是有过人之处吸引到了黎明的。 据说阿温十分积极进去,工作认真负责,也许这就是她吸引了天王的原因吧,不管怎么样,熟悉黎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,有了自己的爱妻与爱女,我们应该衷心祝福她,让我们祝天王可爱的小女儿健康长大吧。